TS Noise作为顶级流量,出道至今已经快有五个年头了,在这段时间,三小只的粉丝数量也是不断在增加,王军凯,王源,易阳千玺,也同小小少年,长成了能够独当一面的青年,王源和易阳千玺也将在青年迎来他们的18岁成人里,一路陪伴他们长大的粉丝, 也和他们一起成长着,随着三小只的长大,他们也在不停的挑战,探索新的事物,2018年是三小只的演技上有所突破的一年,波波也从一开始出演友情,励志的电视剧,比如我们的少年时代,开始主演一些有女主的电视剧,这也间接说明,他们已经长大了, 比如王俊凯主演的《天坑英烈》有女主,王源主演的《大主宰》也有女主,主演还是欧阳娜娜,根据之前一些王源的采访透露,王源和欧阳娜娜,将会在《大主宰》中,有一些拥抱的镜头, 《易烈千玺》和周冬雨主演的电影《少年的你》,貌似也是有一些感情戏的,作为粉丝的我们虽然心里会有点嫉妒,但是这也是他们更好成长,发展成演员必经之路,可能粉丝也接受了三只慢慢长大的事实, 所以很多粉丝都从妈粉转变成了女油粉,而且动不动还会开车,7月24日,就有粉丝盛传了一段四叶草在群里聊天的截图, 一开始画风还是很正常的,粉丝之间在聊身高,因为看到最近易烊千玺的身高可是长了不少,感觉都要赶上大哥王俊凯了, 而王俊凯的身高,具经验见过本人的粉丝,透露有180家,加上小凯对于身高的执念,一有时间就喝奶奶,四叶草看到三只的身高都在增长,就很苦恼自己的身高为什么没有增长,结果有粉丝就安慰说,身高长不长没关系,胸长就好了,多运动, 多喝牛奶,大概是因为聊天手到胸的关系,聊着聊着话风就变了,有粉丝突如其来还开车了,说什么,毕竟TSBOYS手大小编只想说,年纪还小听不懂,这两者有关系吗,因为某粉丝的开车,结果大家就喝了起来,可怜波波就这样无辜躺枪了, 有粉丝留言道,关他们手下事,你们带坏我了,你们这样真的好吗,幸好这些聊天内容TSBOYS3只是看不到的,不然再坏三小只就不好了,TSBOYS5周年还有一个月就要开始了,你们该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,大家一定要一起加油,给波波一片大大的沉海呀。